剛才看到那個片段是大 然後打之後立刻就激情戲了 沒有 我們先這樣吵架 然後呼巴掌完之後 就開始拿刀槍 然後互相殴打 然後就一大場的武打戲 然後最後我才崩潰大哭 承認我愛他 然後他也承認就是他其實也愛我 然後就相擁大哭 然後就開始激情 所以激情戲的時候 你有先跟大S商量些什麼事情嗎 比方說我們要投入到什麼程度啊 那個時候我已經緊張得說不來話了 但是我也有告訴他的技巧啊 就是鼻子不能壓鼻子 一定要不管怎麼吻鼻子 都要挫開才會好看 因為鼻頭壓鼻頭會... 會有這臉就抽味了 什麼叫做鼻子不能壓鼻子啊 因為如果你跟一個男生親吻 然後鼻頭壓鼻頭 因為這樣吵架 可不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什麼叫鼻頭壓鼻頭 上次妳怎麼教我的呢 就鼻子跟鼻子要挫開你知道 一左一右這樣 好啦 因為譬如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譬如說我們現在是要拍... 來 喊根...來 因為譬如說 師兄... 什麼叫鼻頭壓鼻頭 師兄 我其實愛妳 然後如果是這樣 不要挫開... 沒有 我是說現在師兄 這樣子壓到嗎 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 來... 這樣就不好看 對 我指數會不會太寬啊 沒有... 對 我感覺好像一個... 所以我真的... 你真的是... 他真的是完全是受控 所以鼻頭挫開要怎麼... 鼻頭要挫開怎麼弄 所以我剛剛就是鼻頭壓鼻頭了嘛 好 師兄 你到底愛不愛我 鼻頭壓鼻頭嗎 挫開 然後你就要說愛我 然後你叫我 好 好主動耶 就是要這樣挫開... 然後換另外一面的時候 也是要挫開 所以要...兩個人要交纏是不是 對... 就是不能是這樣 所以...所以怎麼樣 靠近他那麼近的時候 有察覺一些什麼事嗎 就如果被... 兩個人被關在電梯的話 就是他已經表明就是說 你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就讓我...你知道 一把火就會漸漸熄滅 所以原來不是他喜歡的類型 其實不是... 我覺得真的比電視上 要看起來要漂亮很多 對... 對... 因為我剛剛逼近他的時候 他完全就是一個好男孩 我知道 他對妳沒有慾望 而且我甚至感覺到 他把我當成一個媽媽 你從來... 因為我剛才跟他鼻頭對鼻頭的時候 好像是在跟我女兒鼻頭對鼻頭 就是我計畫幫他換尿布 他就好尊敬我 換尿布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的粉絲不會太高興 在路上看到這個女生 有辦法想像 我肯定會... 我肯定會特別害怕 就無緣無故在路上 對 對 可是... 難道不覺得他依然是一位少女嗎 就是他演得不像媽咪啊 不像媽媽 所以為什麼還是沒有... 所以你被打發出來 你怕他講錯答案是不是 對... 所以如果今天跟你鼻頭對鼻頭的人 是大S 你會比較有那種感覺嗎 我覺得都差不多吧 我老公會慣來 如果我跟他... 對...跳到慣來 你幾乎抓到雲朵 對 所以我覺得小飛哥還挺大方的 沒有... 彈跳有去看這部電影嗎 有啊 看 所以看的時候有... 有從椅子上彈起來嗎 對... 他看了... 因為他看的時候還滿感動 還露淚呢 因為這部小飛 還說還用安全帶 對 他看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安全帶 電影啦 電影因為有安全帶 對 專門為汪曉飛配 看大午生之前 性效安全 那個是四地電影院 太驚人了 派姐 我跟你講 在你地上挑戰書之前 我要先放一下 彈跟一些舞蹈的片段 給你見識一下 然後你再決定 你要不要地上挑戰書好不好 好的 好 我們來播這個MV的片段 我那裡揖... 你滿風暴之中 你願意想肺蛾瀑� 這樣 specific� globally 我能感受满度 快乐越痛越加速 我却转眼抓不住 别人还对我羡慕 小丑面具 小的比谁都更开心 藏不住那一双苦红的眼睛 小丑面具 伪装成无辜的表情 催眠你深睡在无解的梦境 当中 我就是你 眼泪的观众 我就是你 烦恼的听众 因为朋友 我只是朋友 还有什么不懂 一直活在你演着 那好多年 你是我在家庭中 好想念月 心里生痛 非常会跳 好好看喔 所以不是你自己是这次专辑的监制 所以那些舞是你自己去构想的吗 大概的每个舞蹈的感觉是我想的 所以陈寒脸打扮的这个造型 是那个里面的舞是要追求是 好像一个失控的机器人 对 机器人是那种 因为他可以换面具 也可以换脸 心怒哀乐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被人知控 对 你怎么看得出来我这么细腻的模仿 要带来一个台语歌曲 所以汉典讲真的啦 他刚刚那个舞蹈 你随便跟他挑战 会不会让你颜面近视 其实我今天满紧张的 有没有打火机 什么事情 把他烧掉好了 你不是有在抽烟嗎 沒有 你要不要再抽烟 不要再亂讲了 你挑战说的内容 要请汉庚看一下吗 没问题 暂停 第一句挺好的 汉庚大帅哥 是 我是陈寒脸 你好 今年28 怎么这么琐碎啊 好像像征婚的感觉 今年28 家中有哥哥和父母 没错 我注意你很久了 真的 我注意你很久 你头发好灰 不好染 这是什么 不好染 不好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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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飄很久喔 今天我含... 含羹 没错 是这个含的 含肉羹的含羹 含肉羹的羹 跟那个稍微写出 肉羹的羹 我写到含羹的羹 不好意思 今天我含羹要跟你比賽跳舞 是 就是要跟你比 看是你比较会跳 還是我比较... 不会跳 但是... 就是你不会跳啊 不要比较 最後 誤忘我 沉寒點 誤忘我 就是這樣 對 因為要讓韓根記住我 你有好好準備嗎 稍微 你跳出來的東西 會讓韓根覺得很可笑嗎 那我收下呢 你收下 應該不至於到可笑 沉寒點好像是有認真彩排這一段 真的喔 對 因為我就是有學她的那個MV 可以啊 你這種大忙人還有時間排舞喔 可以...因為我們很喜歡跳舞 因為她最近電影 沒有...還有... 對 剛才忘了追究的那個事情 就因為沉寒點演電影的時候 她都是跟人家舌吻的 所以你跟... 這麼沒有道德啊 不是...不是說都跟... 而且她沒有經過女主角的同意 她擅自把舌頭伸進去 沒有到都 因為我就拍那一次 一下就用舌尖頂開那個樣子 你這個會被所有女明星 列為黑名單 我只有拍過那一次吻戲 而且陳妍希在化妝間崩潰 沒有崩潰啦 她沒有怎樣 真的... 沒有... 對 不是啊 就是一種情緒 第一次拍吻戲 第一次拍吻戲 那怎麼會這樣 那怎麼會這樣玩笑 怎麼會...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就是很順的 所以你現在官司怎麼樣啊 沒有問題啊...那個OK 我完全沒有任何邪念 所以如果碰上你的話 你是當場就要把他舌頭咬斷了嗎 沒有 我會把他推開啊 然後我就會說這個人他伸舌頭 然後全場的人一定會就是說 陳妍希也是這樣啊 陳妍希也這樣 他把我推開說幹嘛伸舌頭啊 你做得很難看 不是 因為台詞有 台詞有那一句的 他是順著台詞這樣 所以你必須要伸舌頭 因為是劇本要求的 對...就是... 而且我真的是順著那個情緒 可是對方問你幹嘛伸舌頭 這樣怎麼回答 沒有 那個在戲裡面 就是也算滿好玩的一個部分 就是被拒絕 然後就也滿尷尬的 怎麼會... 因為我跟他是男女朋友 很久的男女朋友 你今天真的很像王世賢耶 最成功的模仿 最成功的模仿